快来看冬立奇颜值退化时 进入联盟六年 从帅小伙直接变成中年油腻胖大叔 看这是当年没进联盟前的冬立奇 看着玉树林风的样子 加上高个子会打球 不知道能够迷到多少少女 而这是如今冬立奇的样子 满脸糊茶满身横肉 感觉打一场球出的油都能炒一盘菜了 都说男人的花期短 但是冬立奇这个花期未必太短了 要知道即便冬立奇现在这个样子 目前年龄也不过只有25岁 想必比不少平目前的观众还要小 而近日也有媒体人制作了冬立奇 进入联盟前后的颜值变化 仿佛见证了一个人20年的颜值变化史 但是冬立奇却只用了6年 以后谁再说打篮球能够减肥 就请你放出这段视频 给他好好上一课 而冬立奇变得这么胖 无疑也和他进入NBA后增重有关了 众所都知 冬立奇的爆发力在联盟并不算强 不论是启动速度 还是弹跳爆发力都是最差的一档 因此冬立奇只能通过增加自身的体重 来更好地帮助职地完成背打 或者上来时 更好地挤开对手获得空间 就拿冬立奇新秀赛季 和现在的数率对比吧 新秀赛季长均只能得到21.2分 而如今则是长均33.9分 并且投篮命中率 也从当年的42.7% 变成如今的48.7% 不得不说 虽然冬立奇胖了 但是也更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